虽然现在是小鲜肉横行的时代 但成熟稳重的男人魅力十足 大叔级的男人还是得以压到小鲜肉赢得女性的芳心 那如果有个机会让你和租用大叔一起逛街 你愿意吗 从事房产经济的黄薇薇 三年前看到关于日本出租大叔的新闻后就跃跃欲试 一直希望可以亲身体验 我看到日本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表现其实都蛮真诚的 看到那些大叔几个的表现都很温和 然后什么东西他都聊而且很有礼貌 而且他们也很规规矩矩的那种啊 也不会随便乱乱去碰触女性啊 大马第一位出租大叔邓志了日前举办一项有奖活动 黄薇薇幸运的成了出租大叔的第一名顾客 两人就这样一起出去约会逛街 只见两人肩并肩走在吉隆坡的文创园区GMBB 有说有笑 一起欣赏那里的艺术与设计展览 而且大叔还化身暖男 很体贴地帮薇薇拎包为他拍网红照 或许很多人都会担心和出租大叔见面时 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也生怕场面尴尬 但薇薇就赞扬大叔亲和力爆棚 兼备身世风度 所以约会显得格外惬意 当作他是一个朋友啊 这样出来走走啊逛逛啊这样子啊 而且你又看他很像很愿意为你拍照 很愿意为你啊做一些很可爱的动作啊 或者是下跪啊 也不是说每个男士愿意这么做啊 是算很体贴而且很有礼貌 很有耐心 然后就有双向回答这样子啦 就说你来我往这样子 至少后我们可以很多话题的在聊 最重要的是不管聊些什么 大叔都会留心倾听 也会和他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 这个大叔说他有去过伊朗 我就蛮兴趣 因为我没去过伊朗啦 就他的生活历练 跟我们的生活历练也不一样 这样大家可以互相分享 这可能不是在你朋友圈里面 你会发觉到的 会发觉到另外一个新的天地 新的世界 威威更是极力推荐大家 如果碰上什么难题 都可以租个大叔聊天诉苦 寻求解决方法 根本不必在意他人眼光 出租也说不是很贵嘛 一个小时也差不多那个几十块 所以你可能喝一个酒啊 或者是怎么样啊 聊一个天啊 或者工作上有什么难题啊 可以跟他聊一下 或者说感情上有什么难题啊 也可以跟他聊一下 这样子啊 虽然说出租大叔的任何服务 都建立在交易之上 你要他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但出租大叔行业里 也有明文规定 大叔和客户之间禁止身体接触 所以只要通过正规管道 租借大叔 就不用担心送娘入虎口啦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